评级结束,你的产品的绿色验证认证也通过之后,我们就会办法这个证书。 出来的这个证书,我们会给各个国家的外交服务都给刮出去。 这样的话,我们你的产品在各个国家都已经经过我们国际绿色标准认证的证书收到之后, 就会要给它开绿灯的,对吧? 在YouTube也好,这个运输也好,就是在各国家可以受到出费国带领吧, 那个时候都是凭着我们给你验证之后的这个证书来判定。 当你的产品已经判定认可给你办法证书以后, 您的所有的商品按据你的内容不同,就会贴上这样的标识, 产品上,包装上,企业,门牌上,你的所有,你的材料上都可以运用我们这个标识。 这个标识是世界公认的,贴上这个标识,你就在这个国家会受到最贵国带领。 所以这个绿色标识,我们是在,大家看到这个一个证书, 我在鼠标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WIPO是世界知识产权管理局, 那么它是归属于联合国的一个项色机构, 有了WIPO它的认可,在全世界就得到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 后面大家可以看到WIPO这个后面有个PCG, 我们这个国际组织啊,它是有宪法的, 我们宪法里面所有的内容,以专利的形式, 在世界知识产权局进行了注册。 那么这样的话,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这些国际上, 所有的这个国家都得必须予以认可, 因为这是世界知识产权局申请并且办法下来的证书。 这个呢,我们国际组织的标识和刚才我说的, 有国际绿色标识的这两个商标的知识产权, 使用权在EUIPO,就是欧盟知识产权局, 也进行注册途记。 那么只要贴上我们这个绿色标识, 也就在欧盟的所有国家都进行什么呢, 认可了,都给予认可了, 就是说我们经过我们给你验证认证的, 那是叫世界级的, 而不是说什么欧盟认证或美国FDA认证, 比他们这个级别要高得多, 它是面向全世界都予认可的。 那么我们把您的产品验证认证之后, 给你归类,给你贴上标识了, 您的产品资料, 验证的所有这个部分, 都要经过当地国家, 包括我们国际组织, 在这里面要进行认可。 在这里面来看到, 我指的这个标识是我们中国大使馆, 予以承认的, 就是我们验证认证之后, 所有的资料都要进行公证, 这就是国际公证。 这个国家的外交部, 刚才前面提到外交部, 司法部, 包括这个叫领事馆, 大使馆, 对吧, 都要对我们的资料进行, 验证认证之后, 咱们确认, 所以咱们这个产品一旦出来, 对吧, 对任何一个国家, 都起了一个这样的作用。 那么我们在这个, 国际组织当中, 有这个气候环境, 世界气候交易所, 这个世界交易所的所有的这个内容, 经营的产品, 技术, 企业, 还有这个服务的这个内容, 必须要经过我们国际组织的认证, 验证之后才能够进行的。 所以在这里面大家看到, 以国际标准认证, IOMGCA就是我们国际组织, IGC, 是我们这个产品的验证认证的这种方式, 这个是一个系统, 非常大的系统, 我们把验证认证的这个方式, 在世界知识产品里进行的读册登记, 也就是说是世界认可的, 用这种方式来发掘, 全世界的绿色技术商品企业服务, 然后呢, 达到什么呢? 全世界人民强制实践, 履行以永久保护, 地球, 宇宙当中所有的有机体, 无机体的公共利益的国际机构, 是我们国际组织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那么我们把这个国际气候环境, 气候交易所是什么呢? 把验证认证, 刚才提到验证认证, 有人说说验证哪方面呢? 所有品类, 但是大家看到的吧, 英文字母A, 到最后一个字母Z, 只要这个产品, 它产品技术, 然后企业, 还有这个服务, 只要有名称, 按照这个26个字母打头的, 来进行分类, 然后分类经过验证认证之后, 把你的产品分类呢, 分成大分类, 我们分一万, 中分类15万, 小分类150万, 细分类1500万, 细小分类15000万, 然后呢, 把这个产品刚才说到, 给你颁发国际绿色分类代码, 每个产品, 每个项目都有它自己的身份证一样的, 这个代码, 通过有这个代码以后, 在我们这个交易所平台进行交易的时候, 我们就把他这个产品的知识产权, 直接转换给, 看排放去, 看排放去, 什么意思呢, 在我们交易所里进行交易之后, 我们这个交易所的这个资产权是归属我们国际组治的, 我们把这个管理费收取之后呢, 对每一类的产品进行缴纳碳排放税, 碳排放税,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替你交了碳排放税, 也意味着您的产品, 本身就是碳排放产品, 那么所有的交易, 我们这些这个问题都由国际组织来完成, 来运营什么呢, 绿色基金, 我们在这个通过交易所的运营之后, 产生的利润, 我们会成立掉绿色基金, 我们也有绿色基金银行, 这个基金做于什么呢, 只要是绿色产品绿色项目, 我们进行再投资, 绿色汉量, 绿色技术汉量越高, 我们用我们这个绿色基金来, 除此这样的绿色体验, 让它进行再扩大, 那么我们现在的企业交易所, 在大量的这个传统啊, 企业交易所, 它存在什么问题呢, 一个是流动商品项目的局限性, 为什么呢, 咱们都知道这个上市公司, 必须也是咱们国家, 都有条件的, 你的营业额, 销售额达到多少, 做不大的人根本就运用不了, 所以它就会把产品的品类的局限性, 就给它控制了, 还有呢, 在运行运输的时候, 出现走私的问题, 这是我们在运营, 这种传统的交易所当中, 这种传统的交易所当中, 所以它比较安全, 不会出现传统的交易当中, 会出现的那些问题, 我们在运行运渐沟的时间, 所以今天我们变得更多的, 这种传统的交易的好复工, 我们在运行运行运行运作, 然后我们就要重新交易做的, 没有什么原因, 谢谢大家